監視器清楚拍下黑色轎车快速倒车 冲着茶行的铁卷门猛撞 一连撞了两次 把躲得远远的机车骑士吓坏了 赶紧掉头离开现场 这还没结束 两三名男子下了车 一个个手上都拿了长长的棍棒 他们砸机车撞铁门 还此棍棒冲进茶行里头 把人打伤了 远警货报倒场查气 铁卷门被撞得严重凹陷变形 冲突是发生在四号深夜 地点就在台南沿水 警方调阅监视器 锁定两辆轿车追查 五号深夜就把涉案的 亲密嫌犯全具体盗案 在新营区某吊虾场 撕完宵夜结束后 驾车返回沿水途中 遇到机车呛虾挑衅 后来发现该机车 停放在茶行门口 黄嫌急纠纵砸毁机车 驾车冲撞铁门 并持棍棒 毁损店内物品及欧人呈伤 年轻人血气方刚 只因为在路上遭到 呛瞎起冲突 竟然开车冲撞 砸车又打人 造成两人受伤 现在动手的 欺民嫌犯全落网 已被依妨碍自序 恐吓伤害毁损等罪嫌送办 TVBS新闻顾首昌 谈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